嘿哟,这里是张月 这期视频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做记者和主持人这五年以来呢 我家里头的职业装 没有五十套呢,也有二三十套了 所以今天呢,来挑选出一些 出镜次数最高,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一些穿搭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包括呢,如果你是刚刚步入职场的女孩子 不知道应该怎么去搭配职场穿搭的话 一定要看完这期视频 这个就是第一套 这一套的出镜次数其实还是蛮高的 像之前采访刘潇雨啊,采访吴钱 都是穿了这套裙子 因为我们之前做记者呢 就需要给人一种很有亲和力的感觉 这样球员和教练才愿意跟你去交谈 这一套的主要的风格就是一种复古风 包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珍珠的配饰 还有这个大落肩 所以呢,在挑选配饰的时候 也可以选择这种珍珠的耳朵来做一个呼应 这一套呢就比较适合比如女孩子第一次去见家长 或者说去面试的时候 可以让人感觉这个女生其实还挺乖的 然后就比较好相处的感觉 这一套呢就是比较正式的西服套裙 我一般呢会在比如赛前去拍新闻片 或者说去开一些很重要的会议的时候 才会去选择这样的穿搭 相比西裤和西服的穿搭 我觉得这样的套裙呢会显得更加有女人类一些 所以呢,大家可以选择在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 去穿这样的套装 这一套呢相比前两套就会没有那么正式 会感觉比较轻松一点 所以一些上班族啊白领 在日常通勤的时候都可以选择这样去穿搭 最主要其实是这个配色 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红色的 因为红色呢它会把你的整个皮肤显得很白 会觉得这个人很有气色 其实我之前呢也经常穿一些红色的套裙 然后穿一些连衣裙 我个人就最喜欢的颜色应该就是红色了 这个就是今天的重头戏 这条裙子呢是之前我刚入职虎铺的时候 就接到一个通知或者说一个惊喜吧 有机会去全明星的现场去采访一下一件脸 那我当时想着肯定得买条裙子庆祝一下 对不对 所以我当时就花了大价钱去买了这套裙子 它整体呢是一个方领的开肩 然后呢这样的泡泡袖就能够很好的遮挡住我们胳膊上的坠肉 但是开领这里又可以很好的体现出你的锁骨 等于说呢把你所有的缺点都给掩盖住了 把所有的优点都最大化 最后一套就是这个白衬衫和领带的一个搭配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的头像呢就是这一套穿搭 但是呢我最近几年已经很少这样穿了 因为这个是我刚从学校出来的时候 刚刚步入社会你当然想着打个领带然后装成大人模样 但是这几年呢我已经慢慢的变成熟了 所以就不会说多去穿这种像类似于学生的打扮 但是呢如果你刚刚出社会或者说你还在学校当中 你想要去竞选一下比如学生会啊 然后或者说去参加一些打扁 可以考虑去这样穿 这一套呢会让人感觉比较可爱 然后比较单纯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的全路分享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或者说这期视频对你有一点点帮助的话 可以点击关注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不见